请问亮哥两岸可以经贸交流 亲友交流 文化交流 宗教交流 为何不能够政治交流呢 政治交流我跟你讲还是有的啦 可是非正式的啦 我事上也去过大陆啊 我也见到一些人啊 我也不满你啊 那民进党也有别人去过啊 梁文杰以前也去过啊 郑文赞也去过啊 蔡其昌也去过啊 洪其昌也去过啊 所以政治交流不是没有 可是没有正式的交流 比如说 我觉得韩国瑜可以好好思考啦 就是要不要建立跟人大或政协的交流 大概是这样 那这个两岸可以嘛 习会为何不能够赖习会 这个不可能啊 因为赖清德都已经摆明了抗中保胎 你怎么会啊 和谐和乐和平应该比对立对抗好吧 从此退一步坐下来吃饭喝咖啡聊一聊不是很好吗 而且这样对谈美国应该会支持 我这样问感觉有点白痴 请借谅 我跟你讲啊 你两岸高层的会谈美国会有意见 美国不一定赞成或反对 他会根据那个时候他的需求来决定 就是这样 那赖清德有没有本事去跟习近平酝酿见面 我认为到2028年之前都不可能 都不可能 这个以我对两岸的了解啦 Space War 黎曼 Ross 亮哥是否还记得跟你提过的赖刻意 激化两岸矛盾 逼迫提早摊牌的猜想 从美国的角度看 这也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啊 只是美国更希望把这张牌打出去的时候 时间要自己把握 这显然不是赖所乐见 他想上牌桌 赖如果想要把美国确切卷入两岸战争 美国大选前的半年就是重要的时间窗口 你认为这个重要的窗口会显然什么时候 我跟你讲啊 民进党恐怕没有这个本事啦 因为美国 美国的筹码实在太多了啦 我举例啊 比如说你不让我美国当老大 你要把我卷入两岸的战争这个局面 美国不可能允许的啦 我跟你讲 美国可以用很多招来搞你啊 比如说公布你的丑闻资料啊 或者宣布撤侨啊 你撑得住吗 你认为李太清德 没有任何资料在我美国手上吗 我又为什么我敢这样论断啊 因为美国对台湾 韩国日本 是完全掌握的 他的CIA 对政治精英的各种情知的掌握 是非常密不透风的啦 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嘛 比如说 你看那个田中角龙 跑去跟中国建交 回来就立刻碰到洛克希德案 洛克希德是一个军火商耶 他卖日本武器啊 结果送红包给自民党的一个集团的老大 事实上并不是送给田中角龙啊 这种事情 CIA都知道啊 结果他是怎么去制造丑闻啊 事实上只是田中角龙的一个助手过手 把这个钱 拿去给那个日本派罚的老大 美国就直接把市政 所有的账户的资料 照片 就一整包资料 寄给反对党的参议员啊 你怎么跟他斗啊 我跟你讲我太了解 美国人怎么去搞各地的政治啊 台湾 日本 韩国 完全没有自己的 完整的军情系统啊 美国完全介入了 你更不要讲监听啊 这种事情 美国绝对是介入的啦 所以你说你赖清德 想要来尾巴咬狗 绝无可能啊 我怎么可能让你来尾巴咬狗呢 不可能啊 我认为他做不到啊 那中国大陆也看清楚这个局面啊 所以基本上 中国大陆现在就直接跟美国对口啦 他们 大家都知道是中美共管台湾海峡嘛 他们是有默契的啦 那只是斗而不破嘛 你赖清德不要异想天开啦 认为你要上谈判桌 不可能的啦 我认为做不到啦 做不到啦 那事实上中国大陆 大概也知道这个问题 如果没有搞定美国大概无解啦 我觉得中国大陆也很清楚啦 所以 基本上就是 厚执国力嘛 增加自己的筹码嘛 然后 等到某一天啊 美国大概知道势不可危 那大概两岸 这个统一的时间就快要到了 就是这样嘛 那现在就是时间还没到嘛 就是这样 可是 赖清德可能有时间上的紧张的压力 实际上我知道有很多独派啊 他认为时间并不站在台湾这边啦 所以他们会紧张 可是 你不要以为你可以去利用美国啦 这个太天真了啦 真的太天真了 Space World Liman Rus 或者说他应该在什么窗口期 用什么样的手段 能够确切的把美国卷入台海争端之中 以磨球卖掉台湾利益最大化 我跟你讲 这个 美国我认为他绝对不会介入台海战争啦 你这不要开玩笑啦 美国跟中国都是核武大国啊 而且中国现在的各种东风导弹 还有各种作战舰 都逐渐的在摆出他的整个局面嘛 所以美国要进来第一岛链打仗是 完全没有胜利的把握啦 完全没有 而且这是要死人的耶 我跟你讲一个秘密啦 欧巴马之后啊 在欧巴马之后 美国海外出兵啊 他们能够容忍了死亡的人数 五百 超过五百 他们就不会轻易出兵 我跟你讲就是这样 这个 所以你看美国 在欧巴马之后 几乎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军事行动 你看他的军事行动都是什么类型的 都是用空中去炸射啊 或者用航空母舰 作战舰上面的导弹去轰啊 然后一定要地面炸平呢 他们才登陆啊 比如说你去看夜门胡赛武装啊 那才多少人啊 为什么美国不敢登陆夜门呢 连夜门你都不敢登陆 就夜门胡赛武装在那边炸红海啊 胡赛武装才多少人啊 胡赛武装不到两万人哎 你美国不敢登陆夜门 把胡赛武装给灭了 为什么 为什么他不敢登陆 因为那是一个丘陵帝啊 胡赛武装在高处啊 美国算过 他如果要去打夜门 把胡赛武装灭了 他登陆至少要超过五万人 他不愿意啊 你如果五万人登陆 你怎么可能不死给一千人啊 不可能的啦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是很现实的啦 所以我认为 真的是异想天开啦 你想要 说你可以卷动美国 卷入台海战争 你太高估自己了啦 太高估自己了啦 可是你去从具体数字来分析嘛 你跟中国大陆的军力 落差有多大啊 你可以去问 你可以去问真正的军事专家嘛 你可以去问嘛 我们也不是完全自己在那边想啊 你去想一想嘛 人家已经连续 二十几年 国防预算都是你的十七倍 那在你大幅增加之后 还是你的十三倍 人家有的各种 这个战争的工具 你去跟人家比一比嘛 所以你唯一的寄望就是美国介入嘛 这不用吹牛啦 所以赖金德领不需要吹牛啦 美国没有出兵 美国没有保护你 你就是个零啦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粘腻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我特别喜欢它 是的 我特别喜欢它 在擦晒凉 我特别喜欢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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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打翻能力 我特别喜欢它